823戰役65週年這一天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中常會致辭 除了緬懷抗戰劣勢外 更向中國再度喊話 而日前出訪過境美國後 賴清德幾份民調都有突破 最新民調出爐 賴清德支持度再度衝破四成 柯文哲則以25.8%位居第二名 至於侯友宜依舊排行老三 而柯文哲在本命區台北市 支持度甚至還落後賴清德13.07% 對於在多份民調中 柯文哲都呈現下滑趨勢 與柯友好的館長 還氣得開直播點名 美麗島電子報 質疑收錢做民調 就算這番言論冒著哀告風險 館長還是沒在怕隔一天 繼續罵 從此而言說吳子佳這三個字 在整個網路上就是一個笑話 可信度是零 我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型態 在網路上一個流量怪物 我們試試看 面對民調的時候 應該要用比較專業的角度 來看待了 那館長本身沒有這個專業的程度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除了嗆館長毫無專業 也尾由律師正式提告防害名譽 求償五十萬元 而外界也質疑柯文哲選情看好時 通通沒問題 但現在民調崩跌了 在館長眼中 民調似乎都成了 只要有錢 數字就漂亮 三人選陳俊傑周凱 Tabit